欢迎您的收听 我是凯宇 您最好的阅读伙伴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凯宇 凯宇今天为各位带来这本书叫做 声才有道 声是声音的声 不是我们一般习惯使用的出声的声 是声音的声 声才有道 作者是周振宇老师 由方志出版2011年的10月份出版 谈到周振宇老师 先前有跟他谈他的第一本书叫做 声入人心 一模一样是声音的声 所以我们都可以知道 周老师他常年在声音的这一块 专业教育还有在企业的应用的耕耘 是琢磨非常的深 而且呢帮助了非常非常多的朋友 透过声音不仅找到自信 也透过很多的教育 让很多的企业能够透过声音 来达到企业的绩效跟目标 所以今天非常开心 为什么呢 因为每一次约访啊 只要能够约到作者本人 都是我最荣幸的事情 既上次深入人心 约访到周老师 这一次怎么能够错过呢 声财有道 周老师你好 哈喽 凯宇你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声财有道这本书跟深入人心 有什么不一样 它原则上 一个是讲声音的 这个传递 传递你沟通的一个情绪 是 那另外一个呢 传递是内容 是 深入人心讲的是声音 那声财有道呢 讲的就是我们 承载这个声音的文字 承载这个声音的文字 对 那为什么是取声财有道 这么跟钱的联想是很直接的 很直接的 对 其实里面也有一些话术啦 所谓话术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讲话不是讲自己喜欢听的 而是说 要去了解对方的需求 或者说我们要把 沟通的目的要设定好 所以我们在讲话的 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们会多了一个叫做 同理心 还有多一点敏感度 去感受对方现在的状况 然后呢 我们讲出来的文字啊 讲出来的内容 才不会说 跟它的原本的价值观 差距太大 所以我们声音呈现出来的感受 跟我们搭在这个声音里面的文字 也就是语言的讯号 它如果是搭配一致的 又能够跟对方取得共鸣的话 那么是不是就能够和气身材 当然啦 而且其实像我们讲话内容 如果跟声音的质感 或者方向性是一致的话 那个影响力是会往上提升的 那最怕的就是说 我内容讲的是一套 然后那个声音表情又是另外一套 所以现在我们在讲沟通这件事情 我们会把它拆开来讲 就是说你的文字内容的部分 再加上你的声音表情的部分 这两个同时都兼具了 它才是一个比较好的沟通模式 可以帮我们示范一下 什么叫做它的内容 跟它的声音表情是不一致的 很简单 就好像说我说 好啊开语 那我就讲讲看 你有沒有发现 我的声音讯号跟我的内容 是不一样的 你应该是要 好啊开语 我们来讲讲看了 对 好啊开语 那我们就很高兴开语给我这个机会 可是如果我讲 好啊 谢谢开语 谢谢你给我这个机会 可是我发现一件事情 理论上 我想我们听众听到这边一定会笑 可是呢 好像很多人都有这个毛病 可是不自知 对不对 没错 像小孩啊 过门的单位主管 和这个同仁啊 之间的对话 常常都是这样 就好啊 那我尽力做做看 所以也就是说 我们脑袋里面想的 跟嘴巴 传递出去的 跟别人真的接收到的 经常是不同的三件事 对对对对 你想的跟你讲的 那就已经有一个落差了 那你讲出去 和你所传递 是不是正确的 那又是一个落差 对啊 所以这个到 我目标时候 真的差距太大了 那在这么多年 您在做这样的一个 教育训练的过程当中 我会发现 尤其你在这本书 我想很多人 尤其有 深入人心的期待之后 就会想说 这本书他会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 做一个开始 可是我看到你 把这个主题放在第一章 我觉得好感动 因为很多人都以为 他要学的是说话 他要学的是表达 可是错了 我觉得就好像很多人 听我做 有声书评做得很好 觉得说 凯宇你怎么说话的 你怎么要我教他说话 可是我通常都给他一个答案 叫做 我花很多时间在听 听自己的声音 重点是听别人的声音 对 然后呢 这两者之间 怎么样去做交融跟互动 才是真正的沟通 所以你的point one 第一章 就是说 懂说之前先懂听 没错 这真的是太棒了 对 可不可以跟我分享一下 关于听的这个部分 您是怎么想的 很高兴开始提这个问题 加压一次是不是 刚刚有点虚假了 其实听真的是 是在说之前的功课 是 那如果说我们都没有去 倾听对方 他的目前的状态 或者说我们根本就断章取义 那这个过程 它绝对不是一个好的沟通的一个流程 是 包括像听里面 我们就分成了有几个部分 在外文上面可能就 listen和hear 我们可以明白这个道理 就是你listen可能还有专注在听 可是hear只是听到一个声音 那在我们的章节里面 我们把它分成五个倾听阶梯 也就是说你第一层 我们大部分听到是一个生物反应的倾听 对 生物反应的倾听 那个很直接 尤其你可以观察到小朋友 小朋友一个不高兴 你怎么会这样 然后另外一个就更大声 啊 就开始两个就尖叫 对 所以小孩为什么很容易尖叫 因为他们会把彼此的情绪呢 彼此在堆叠上去 对 所以他们那个尖叫呢 变成他们沟通模式的一种 你说他们真的很生气吗 其实没有 他们也许只是为了要把气势压过对方 对 那为什么他会想要压过对方 因为我觉得你好大声 我要压过你 为什么我会觉得你好大声 因为我听到你的声音 觉得好大声 而这个过程 这个环节就叫做生物反应的倾听 那生物反应倾听呢 如果用在大人 其实大人也没什么进步啦 坦白讲 对啊 那大人很多讲话 路边车子被A到都是这样啊 对啊 那彼此就开始咆哮了 对啊 对先问候人家 他的父母亲 主宗的十八代 主宗的十八代 全部都问候 对所以这个倾听上面呢 我们一定要先把它给切开来 就是要尽量让自己的倾听层次是更高的 而不是单纯的生物反应倾听 是 那但是呢 这里面还有一个变化型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要听生物反应倾听的话 如果你从他的语气当中 你就可以听出 哦老虎一只 哦孔雀 啊 乌尾熊猫头鹰 你就可以知道 他的人格特质和行为 因为通常这个声音 掩藏不住的 是 所以我们从这个讯号里面 我们可以得到好多的宝贵的资讯 所以其实 我真的觉得很 很惊讶耶 因为您一路以来 你主要是从配音员出生嘛 可是从配音员出生之后 我觉得很多人 因为我记得有一次私底下跟你聊天 你说到 做配音员就是 每天都可以收现金嘛 是啊 你用一个形容 你用一个形容词好像叫 现音的快递啊 对对对 你用一个形容词 我有点忘记了 但总之而言就是可能 很容易让自己每天的生活 就醉生梦死 对不对 因为赚钱某种程度上 太容易了 对 赚钱又不是太难 然后自己有一把好声音 需求又很大 对不对 如果是以一个 上班族或SOHO族来看的话 这是挺好的 但如果你以一个 企业的角度来看的话 这根本就不是一个企业规模 甚至于就觉得说 好像就是 养尊处优啊 得天独厚啊 然后就醉生梦死 对 很容易会丧失人的斗志 那所以呢 我们有很多的配音员 也是非常努力的 比如他在配完音之后 他努力去学习很多的东西 那我觉得这个就是 我看到一些前辈 他们在努力在这个上面 是 也点醒了我 因为我曾经也是有一段时间是 就觉得好像很容易啊 也不用怎么奋斗啊 对啊 有这样的一个过程 生命过得太滋润了一点 对 所以一定要有那个启发 那我的启发 其实也是听了有声书 所以我觉得凯宇 你做的这件事情 实在是可以造福非常多的人 真的好感动 交点回到这边 我当初刚开始做有声书 单纯的只是一个自私的目的啊 就希望自己的阅读 要留下点东西 就 但是我觉得好像 不管是自私的目的 还是不自私的目的 假如你心中稍微 还是带着那么一点 正念跟善念 想要为这个世界 做些什么的话 好像 多多少少都会留下点 回想 对 而且像你讲的 那个正念 真的好重要 对 你书中有写 对 任何一件事情 他都没有对或错 是 坦白讲 那纯粹于看 去看这件事情的那个人 他的内心的观点 是 和他心中的小声音 怎么去看这件事情 就好像那个 我曾经读过一本书 就叫 当和尚碰到的钻石 对 这本书 他其实启发我也蛮多的 虽然本来就知道 但是他写的更清楚了 是 他说所有的事情 都是一个空 是 那里面有一个案子 有一个案例 就很有趣 刚好跟我在 植牙身上 曾经碰过一个案子 是一样的 是 那时候我在一家公司 结果公司呢 要搬新的地方去 哇 这是一件好事吗 所以这个很有趣了 对于公司的主管阶层 或者是那个经营层来说 哎呀 公司搬到了这种 好地方 好地段 这整个公司品牌 形象是提升的 是啊 气势非凡 对啊 可是那时候 我住在外县市啊 我住在新北市啊 所以我一看到 啊 怎么要搬到的地方 好远耶 因为本来很近 那十分钟到了 对不对 一搬到那边 哇 要一个小时才能到 所以对我来讲 在那个当时 我就觉得是一件坏事 嗯 我说你怎么这样 那我要不要离职 所以我就开始有一些 怨恨啊 抱怨就出来了 嗯 但事实上 公司搬迁这件事情 好 他其实本身没有对或错 他是中性的 他是中性的 他是中性 纯粹看人家怎么去解读他 对 所以 从这边我也悟到一点啊 如果我们常常 呃 在那个面临 抉择点的时候 你一直选错方向 嗯 那你的人生整个都是歪的 嗯 所以如果说我们没有 正向思维 甚至我们一直用一些攻击啊 谩骂啊 或者说用一些抱怨啊 嗯 好 去走 我们的情绪等级会越来越低 是 他往底下走的话就每况愈下 嗯 所以为什么我们也可以观察到很多社会现象 就是说 哎 好像好的就越来越好 那个差的就越来越差 是 有他的道理在了 所以我们声音所呈现出来的声音的品质跟语言内容的内涵 他某种程度也是非常呼应所谓的吸引力法则嘛 对 而且 呃 有一位希腊哲学家 他说啊 嗯 你人的声音就是你灵魂的反射镜 所以那我们中国古代也有讲嘛 言为心声啊 嗯 你所讲出来的话跟你所呈现的就是你内在心里的想象 是 嗯 是 所以在呃 你的整个专业发展的过程当中 从配音员到教育别人在声音的表现 可是我觉得似乎听起来尤其从你的书中看到 你已经把你的整个工作从一个工作变成是一个使命 嗯 也就是说传递某种呃 对人们有帮助的思想观念或者是价值观 哇 这部分你怎么转化出来的 这个 你真的把我promote的太高了 哈哈哈哈 我跟你一样 我也是呃 希望希望自己进步了 是 就为自己的人生留下一点点记录 是 那只是坐着坐着发现 哎 好像在某一个阶段 我也可以开始对某一些愿意跟着我的人 有一点影响力 嗯 那时候突然间就觉得哇 我不能乱讲话 我责任是有一些在提升的 嗯 所以就变成说我给我给予我的伙伴或跟着我一起学习的人的观念 是不是正确这件事情我开始变得很在意 那如果说我一直在传递一个错误的思想给他们的话 其实他们得到的也会是一个错误的思想 是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就不断去做一些自我修炼 甚至于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呢 除了学校教育之外 我也开始去学习很多的社会教育 嗯 是 那很多国外的课程啊 是 这些我也是开始在做学习 是 所以我觉得学无止境啊 是 那自己也是因为这样子教学相长 是 所以才慢慢的有一些提升 是 所以如果我们拉回来谈一件事情 在自我修炼的过程当中 我们一定会碰到一些 自己的关卡 这种自己的关卡最多的一个状况 其实有时候是情绪 对 情绪是一个 人哦 与生俱来 老天爷给我们很重要的礼物 因为我们可能因为某些情绪 去刺激我们的斗志跟动力 对 但是呢 如果用的不好的话 也是个灾难 因为我们没办法控制好自己的情绪 所以造成一些不可挽回 的一些行为结果 哇 很多 对 那在情绪的这个部分 我在你的书中当中有看到 你在这边也有提到 别让情绪搞砸一切 但问题就在于这边 因为我们通常都是搞砸之后 我们才知道我们搞砸了 对 那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呢 这有一个很简单的现象 我们要先观察 是 当你的肾上腺素开始代替大脑思考的时候 往往以前都改变了 包括你的目的改变了 你们之间彼此的关系也改变了 就好像我们讲说 不要吵架 吵架就好像玻璃破了 即使把它黏回来还是有裂痕 但是吵架是不是一种沟通的模式 他也是 至少他能够把彼此之间内在的想法 给讲出来 可讲出来又回到刚刚第一章节 就是你有没有倾听 对不对 如果说我觉得你把你内心讲出来的话 是在攻击我 那个正念不见了 那个歪曲的价值观 那整个就完了 可是我们又会往往进入到一个倾听障碍 就攻击性的倾听 我跟他讲他都不听 所以我就不让你好过 就开始有那种攻击性的一个言语就出现 所以这个情绪呢 我比较会用一种比喻叫做 驾驶训练班 驾驶训练班 这个好有趣 就是你情绪要去控制 你都知道说 像我们以前在操控 这个倒车入库的时候 是不是他给你放一个石头在那边 你看到这个石头 那个比到方向近的时候呢 你就要开始往右打三圈 然后往左打两圈 对对对 我们都有这些公式的 对对对 但是你真正上路 你真的能够架控自如吗 所以 当然开车我们还可以慢慢开 可是往往在表达和沟通 都是那一瞬间 对 立即反应 立即反应 当下 那如果说那时候我们 操控能力不好的话 很容易就失控 那几种失控的状态 一种就是奔放 那你一奔放之后 那根本就收不回来了 是 那另外一种就是压抑 不管你是奔放或压抑 都会造成彼此 心里面的一个疙瘩 而不舒服的 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有意识的调整自己的声音 跟调整自己的说话内容 也就是说 改变有时候是一个从内到外的过程 就是说我调整好自己的心情 所以我外在的转变 可是有没有可能改变它也可以是一个从外到内的过程 我相信应该是有的 因为我非本科 但是从我开始学习配音这件事情 然后我开始觉得说我的心境的确是有改变 比如说我刚开始在揣摩一个人物角色的时候 我会想说它这个音量要多大 它这个速度感要多快 都是用很理性的方式去分析这个人 后来我这样分析之后发现还是被领班骂 领班就觉得说你这个配音是什么东西 乱七八糟 那我就开始去找寻另外一种方式 可是找寻另外一种方式 变成说我要从心里面去出发 然后又从外面的一个所谓声音的运用技巧 速度感 节奏感 把它给调整好 就不断在这一外一内 一内一外 这样不断去整合出一个我的内在跟我的外在 内在的小声音跟外在的声音表情是一致的 那时候的感动度才真正的出来 所以如果只是从内心出发 它会有一种就是我想很多 可是一旦我要讲出那个表情的时候 往往控制不住 对 比如说以前我要演生气 往往都生气过了头 演生气 然后外面领班就讲 你有必要生这么大气吗 人家要的是生气 结果你是暴怒 对 就是那个控制不好 所以有时候我们只是想要给对方一点 告诉对方我义正言辞 我一定要做这件事 麻烦你这件事好好的帮我做一下 可是我们会变得太强了 麻烦你这件事你回去看一下 结果对方就说你干嘛那么凶 我又没骂你怎样了 就会那个情绪就开始堆叠上来 第一次认知就有落差了 其实听周老师讲的这个 我个人蛮高兴也蛮欣慰的 因为我们长期在做沟通表达的教育 尤其特别在行为观察的部分 我也一直在跟很多朋友分享 其实改变本来就是可以从由内而外 更可以从由外而内的一个部分 如果我们能够有意识的观察到自己的言行举止 那么从平常在情绪平稳的时候 就有意识的去做关注跟调整 那么事实上等到真的压力情境 危机情境来的时候 我们自然就可以展现出一个最适当的一个呈现方法 对 那其实提到这边的话呢 您的书中有提到叫做五大关键情境 里面呢提到的就是愤怒 拒绝和坚持 求助 道歉 跟示爱 然后呢五大关键情境 让声音成为你的力量 这个部分我在猜 我们的听众到底比较想听哪一个部分呢 一般就是 示爱嘛 道歉嘛 那其实这个 不外乎就这样了 你碰到你爱的人 你真的讲不出来 那很多就讲的是什么 大恩不言谢啊 什么大悲无语 大爱无言 对 就类似那种感觉 其实事实上到了真正那个境界的时候 那个叫情绪等级最高的一个境界 叫宁静 是 的确你做任何事我们都OK了 可是一般来讲呢 我们彼此之间 你的层次有没有这么高 有时候我们对人家做了一些好事的时候 或者说我们对他释出一些关怀的时候 我们还是希望他能够回我们一句 是 比如说哎呀哎干嘛这样 人来就好 其实我们听的也是很爽 就是类似那种 所以也许我们自己的修炼还没有到那么高的层次 所以在这过程当中呢 建立彼此的沟通线也是很重要的 适度的讲一些我爱你啊干嘛 这很重要 尤其像小朋友 我们跟他互动我们都敢讲啊 那为什么到了长大之后 我们都不会去讲我爱你 甚至我们一讲说老婆我爱你 干嘛好恶心啊 你做什么亏心事 对不对 我只是说我爱你结果为什么会得到这么多反面思考 得到一顿排头 对对对 所以这个就是很有趣的点 是 那在刚刚这个过程当中 他又出现了倾听障碍 就是明明我讲我爱你啊 那为什么你受不到 但是回头想想自己 是不是我爱你我讲得不好 是不是我内容有我爱你 但是语气上面有一点 无奈 好了老婆我爱你啊 不以致对不对 不以致对 要来了 所以这个就是永远都是一些 有没有注意到的点 那坦白讲很多人会讲说 你是怎么讲话 你们教教我们怎么讲话 讲话好简单 说话真的好简单 我心讲我口 对不对 我口讲我心 就是我们的感觉 你真实的去诠释 那就是真的情感 对 不要有什么想要刻意包装 是 因为任何的刻意和意图 对方都是有感觉的 对 对 所以你说刚刚那五个关键情景 讲我爱你 你是真的打心底想讲吗 还是说今天听了 这个凯宇老师 郑宇老师的一个启发 然后回去想讲 或者说我不得不讲 那好尴尬 所以那个心境 都会影响到外在的一个声音 而这个心境就是那个情境 是 其实我们的潜意识的力量 非常非常的大 好大 但是只是说 一般人 尤其我们在跟人与人间的互动 我们潜意识接到的讯息 比较难 透过我们表意识的诠释 也就告诉别人反应人家 对 就好像是我们经常 有时候碰到一些人 说不上来 这个很怪怪的 那那个怪怪是什么 其实就是潜意识的讯号 带给我们可能一些警告 或者一些提醒 或者是你一定有可能 有这样的经验 就是你碰到某个人 说不上来 你看到他就是不喜欢他 那也是潜意识的讯息 那反过来说 看到他就喜欢他 也是潜意识的讯息 所以其实在这整个部分 尤其特别在于 我们现在的 现实生活里面 的确我们声音 往往会有时候 会比我们人的形象 更快的去接触到别人 可能是电话 或者是等等的 那所以在 身材有道 从这么讲好了 从深入人心到 身材有道 我不知道 周老师您 在整个推广 跟教育的过程当中 你现在的感受 因为我似乎看到一个脉络 就是你从一个 教别人 怎么样去把玩声音 然后变成是 透过怎么样运用声音 这个工具做好沟通 甚至于现在是 如果我们今天 能够有意识 觉知自己的声音 然后觉知别人的 觉知别人就是一个 很好的倾听技巧 而达成一个更和谐的 我们说人声也好 这样不知道会不会讲的 太大或太远 但我看到的是 这样的一个脉络 所以在这个脉络底下 我就很好奇 那下一步呢 您的下一步呢 还是一样了 其实我们读过很多的经典 史记 他所有 不管你要 这个 奇迦之果 平天下 你最重要那个 就是修身 往自己心里面去讲 去钻 其实唯一能够做的 就是让自己成为一个发光体 你不是一直要 祈求别人的 你要安慰我一下 你要鼓励我一下 你要激励我一下 人家再大的能量 也没有办法 面对一个情绪黑洞 是 对他一直放光 结果你一直在那边 我不行 我不可以 是 这干嘛呢 是 我们有一个笑话 就是说 有一个情绪黑洞的人 那旁边总是有一些激励者 就是好事人 就是说你行你行 你可以 你是最棒的 结果他跟你回 我不行 我不可以 我没有你想那么棒 旁边人在加码 你行你行 你可以 你是最棒的 他一次 我不行 我不可以 我没有你想那么棒 所有人受不了 大家一起来 你行你行你可以 结果他说 我就是不行 结果最后呢 弄到怎么样 大家放弃他 大家一放弃呢 他反而很有自信地讲一句 嘿妹 我早就跟你们讲我不行啊 你这个有没有用错方向 对不对 你讲你自己不行 你就这么有自信 那你为什么讲你行 你就没自信 所以这是一个选择 又是一个正向思维的概念 所以以这整个来讲呢 他这整本书身材有道 他修的呢 不只是有形的财富 还有更多是精神上的财富 所以在这里面呢 我们把自己修炼好 你自然会吸引到 一个吸引力法则 吸引到一些正向的一个思维 跟你同样的感觉的人 老祖宗又有讲啦 物以类聚嘛 对不对 所以你自己是什么样的人 你就会吸引到什么样的人 对 今天周老师谈的这个观念 和带来他的一个书籍 真的是让我觉得 对于自己的生命当中 有在做有声书评这件事 加上接下来 要为各位推出的东西 内容专业或者是服务 越来越有信心了 因为凡事从自己的心开始 从修身开始 修身也修身嘛 对不对 好今天很谢谢周老师 接受我的访问 谢谢你 感恩谢谢 那我们的内容 就到这边啰 期待我们未来 为各位推出更精彩的内容 当然更要去期待 周老师下一本书啰 拜拜